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水晶厨房 看今天满满的菜 还没有很丰盛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很特別的菜 一樣在我的食譜裡面也是有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透抽香米飯 我透抽買到這麼漂亮這麼大 好大 好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分享一句經文 良言如同風防 使心絕甘甜使骨得一致 就是說我們都要說好話 但這一句話我常常都會覺得 上帝晚上都會打我 因為有時候我一生氣就會亂講話 好所以 這個良言如同風防 因為那個蜜蜜都是甜的嘛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說好話 我會盡量學習的 好我們今天要做的香飯呢 其實是隨你變的 就是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那我想我先把飯煮好了 因為我們不需要花時間等做煮飯的動作 然後我用肉絲 好我今天用的是三層肉的肉絲 那可以用一半 我用一條所以其實半條就夠了 我先放進去 我們準備來炒 好然後呢等一下洋蔥啊 就是看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好你如果喜歡洋蔥多一點 蒜頭多一點 然後你不喜歡洋蔥 不喜歡蒜頭 隨你 好這是一種炒飯的意思 那飯要煮熟喔 這樣我們香到裡面去的時候 會比較好吃 嗨娜娜 你要來跟大家打招呼嗎 好那其實洋蔥跟蒜頭都不容易煮 所以我們就 也不是來就是要一下子 比較香 所以我們就可以跟肉一起放進去 好然後蒜頭 看你要切片還是要切末 都可以 好然後你蒜頭要多一點少一點都看你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沒有倒油 因為其實三層肉的那個油脂就夠了 不可以 我們有一支吸塵器 活的吸塵器 什麼都要吃 你去阿姨那裡好不好 你去阿姨那裡 阿姨他需要你 阿姨他需要你 阿姨那裡不可以吃 這蒜頭你不可以吃 阿姨他需要你 好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加一點蔥 蔥的意思就是要好看而已 然後等一下再放一點那個香菜 然後這個白色的蔥其實可以一起炒 把它炒香香的 然後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跟飯拌在一起 好然後我們可以再放一點菠菜 現在菠菜算是季節 好 蘑菠菜等一下再放進去 因為菠菜很容易就熟了 然後把這個炒熟 然後我上禮拜不是有做這個油醋菇嗎 其實今天是很適合來做的 所以我們抓一點油醋菇 我抓一點點來切 然後等一下跟飯 飯可以炒一炒 它味道會不一樣 可以直接用拌的 可以放一點炒飯 然後這個時候也可以放 因為肉差不多熟了 我們把這個菠菜也放進去 這個蒜頭很有趣 它是遇到什麼味道 它會變成不同的特色 好 我們把它炒熟之後就跟飯 拌起 好 那我這個時候呢 可以加一點大蒜油或是辣的 看你們要吃辣的還是不辣的 可以加一點油 這樣等一下那個飯 拌起來就會香香的 好 那有些人會說那個花枝的頭 那個透臭的頭怎麼辦 你可以留下來跟飯一起炒 或是我們可以把它留著做煮湯 好 那我們這個肉已經差不多囉 好 那我們這個肉已經差不多囉 那我的飯有大概幾碗呢 我做了六碗飯 所以我今天是兩大隻 好 那我們就把飯 挖過來拌一拌 好 我喜歡用壓力鍋煮飯 現在很多人說它會 它會 叫什麼 黏很多水 其實你看它是一顆一顆 還滿有用的 滿乾爽的 好 把它拌一拌 好 那你也可以用紅椒啊 黃椒啊 就顏色會比較不一樣 但我今天沒有準備 好 我等一下先示範篩一條 好 那這個是沒有味道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鹽 其實就是有一點像蛋炒飯 然後 然後 把它 變成不是蛋炒飯 拌一拌 不夠油 所以我把昨天的 我上禮拜的那個菇 都放進去好了 這樣它有一些油 我 嗨 娜娜 你不要吃地上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時候來篩囉 再放一點蔥 再放一點蔥進去 再拌一點我們的蔥 漂亮的蔥 好 那我現在要把它篩花子 不 篩這個透抽 拌一拌 好 透抽呢要擦乾 好 我們等一下用大鍋子煎 好 我們等一下用大鍋子煎 洗乾淨喔 好 那你可以 如果你不太會處理裡面 其實裡面真的 這麼大隻不好用 但是如果你不會處理裡面 其實可以找 那個 那個賣的 攤箱幫你用 我們來篩進去 我們來篩進去 它要篩薄薄的喔 其實我本來是要買小隻一點 但那個滴滴以為我喜歡大隻的 所以它留了這麼大隻的給我 你要把它篩到下面去 所以我們下面都要有 好 下去 看它這個下面都沒有弄到 所以我們把它篩到下面去 其實我這一個呢 在那個 壓力鍋有做過一次 是用壓力鍋做的 然後 在我的那個 什麼食譜裡面也有 我忘了 那個 我的生童的食譜裡面是沒有飯的 它裡面是料 也有一個 所以你們都可以做參考 有飯跟沒有飯的 好 不要塞太滿 它會跑出來 OK 再另外一隻 等一下 放在鍋子裡 等一下我們直接可以煎了 好 另外一隻 一樣把它擦乾 這個不用了 退走 好 然後裡面的水要倒出來 好 一樣 其實這裡有一點 有時候我自己突發奇想 就是拿這個來灌 像用灌香腸的機器來灌就好了 好 然後你塞一點點的時候就 把它往下 你會比較好用 好 塞完 可以來做 第一 我們就來煎了 那你這一家的時候可以請 老公啊 男朋友啊 小孩啊 幫你 但我們家店長是不能幫忙的 他會吃掉 好 OK 好了 就塞薄薄 好 檢查一下有沒有塞薄薄 好 那我們就來煎囉 那剩下的飯其實等一下可以把它炒一下 因為有時候香飯真的只是好看 好 我們現在拿回來 那要怎麼煎呢 你可以直接放進去烤 然後它只要熟了就可以了 好 我們先煎那個有翅膀的那一面 鍋子真的很大 好 然後我們放一點油 因為是海鮮嘛 所以我們用檸檬 好 然後讓那個鍋子開始熱 好 那等到它煎好了就可以了 好 我喜歡冷油冷鍋 冷食物 因為我不喜歡熱熱的放下去會容易爆 好 我們讓它煎到那個香香的 就翻面 有聞到香味了嗎 好香喔 有沒有 好 我自己點頭 好 那等到它火開始大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把它關小火 那你知道我那時候為什麼喜歡用這個 用壓力鍋嗎 因為 它會有 它這個紅色會染到飯裡面去 然後就可以做雙色飯 所以我很喜歡用壓力鍋煮 那煎大概要一點點時間 好 所以我們就讓時間 飛一下 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好 我們現在來切一條 我一條不要切一條 切起來 就這樣子 所以大概你煎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要買那麼大 因為那個鍋子好難煎喔 然後我的飯就會掉下來 好 那我切給你們看 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透抽飯 那我們上菜的時候其實是可以擺一下盤的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透抽飯 然後我有一點香菜可以擺在上面 OK 擺一點 漂亮的 欸 我的 我去哪裡了 好吧 在這裡 在這裡 擺著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透抽飯 它其實很簡單 只是它有一點點小步驟 那 今天先這樣囉 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等一下禮拜我們要做甜點 上禮拜說要做甜點就沒有 那我們就下禮拜做甜點囉 那 下次見 拜拜